这茄子明天就可以采摘了 今天晚上准备人手 明天上午采摘 中午装车 晚上七点钟左右到北京市场 说话的人叫李军 是北京新发地的茄子大王 他在新发地一天就能卖出七八吨茄子 这不眼看又一批茄子要上市了 李军又来到了自家的菜地里 只不过这菜地可不在北京 而是在河北衡水冀州 北京的蔬菜大王 为什么要到冀州来种菜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衡水冀州区距北京不到300公里 交通便利 自然环境也适合种菜 冀州给北京供菜也有不少年头了 但菜农的收入却一直不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决定带着种菜尖子生们 出击闯一闯 一番接触后 他们把北京新发地市场里的 一些单品果蔬大王给请到了冀州 像什么茄子大王 生菜大王 西葫芦大王都来了 他们一来不要紧 很快就被冀州的条件所吸引 并下了建果蔬驿站示范园区的事 可别小看这个示范园区 种植 仓储 加工 运输 销售 样样不辣 北京商户需要啥 这里就种啥 在这里 果蔬大王们提供资金 种子 技术指导和销售 冀州这边则以土地 人力 农机具等入股 通过共享 果蔬大王们降低了成本 当地老百姓也实现了增收 如今 尝到甜头的 恒水冀州和北京新发地的手 拉得更紧了 已经跟十余个单品果蔬大王 建立了合作 双方签约蔬菜种植面积 达到了近三万亩 打通了西葫芦 生菜 草莓 鲜品辣椒等多条职工渠道 最近河北新闻联播中提到 河北蔬菜装满了北京四成的菜篮子 成为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的第一大省 相信有了像冀州和果蔬大王们 这样的好CP 未来北京餐桌上的河北菜一定会越来越多